这次是带石中亚内部的员工 带他们的店员去新昌十九峰出户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已经到了新昌十九峰的景区了 然后小伙伴们正要过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经典的桥 这个木桥为了景色漂亮 故意没修两边的福兰 还是挺人性化的 我也是好久没有来这种牧原景区突兀了 好开心啊 还挺不错的 就充满了这个江浙地区的特色 现在正好是下茶叶的时候 应该是绿茶采茶的季节 刚才也看到了一些茶山 这个十九峰里边还有一个盐场 还有些腰三的线路呢 看这个盐质还是挺适合攀岩的 风也比较多 我们可爱的店员们 远看还是很漂亮的 整体这个一扇二扇很漂亮 但是如果是我吧 我觉得就修成这个飞拉达 传说中的玻璃栈道 这个是单道 单道 单道 其实我们在在野 基本上都看到人家的双玻璃 双双的 鲜桥 近看的嘛 还挺漂亮 但如果是纯木质的 会更好一些 从品牌的一个角度出发 以及与我们自己个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其实是猪鸟每一次找我呢 都是希望我呢 跟他们分享一些关于户外啊 登山啊 土屋这样的技巧的知识 但其实对于我自己而言呢 每一次去到新的地方 是一个学习和增长知识的过程 最后这段路还是比较野的 而且比较陡 经过一段稍微陡峭的小言笔 现在已经下到了这个下山的路上 回到了景区里 整个江南地区的这个景色 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是当地的 他们在这边采到的 这样一个很新鲜的竹笋 看起来应该很好吃的样子 你觉得是不是 这个要清炒了应该也很不错 好了 我们今天的新昌十九峰的徒步就结束了 然后现在又去当地一个农家乐吃饭 希望有笋子 每一次的徒步活动 最后都是在餐桌上进行的结束 果真被我说中了有笋子 这个笋子应该挺新鲜的 今天的活动就吃完了 今天的活动就徒步结束了 然后也吃晚饭了 一会就去虹桥的机场 然后在夜里做最晚的航班 然后回到北京 每次出差都有点还挺赶的 就几乎没有什么生活 现在已经是夜里的凌晨一点半了 刚刚从上海飞回到家 加油啊加油啊 就一直给自己听那种积雪的歌曲 鼓励自己加油 你也要加油呦 你也要加油呦